全球现场我们来看的是 看人家新加坡怎么做 他们16号新增49例确诊 本土呢占了38例 其中18例是感染源不明 而且持续在增加当中 因此呢新加坡认为在有必要 大幅减少人跟人之间互动的情况之下 新加坡的教育部宣布 学校将从19号开始停课 学生将全面实施居家的线上学习 一直到学习在这个月28号结束 新加坡教育部长解释 之所以从19号才停课 是因为老师们需要时间 来准备居家线上学习的教材 同时要和学生以及家长进行沟通 而家长也需要时间 为孩子们寻找其他托管的安排 接下来几张照片 看到的都是加萨战火下的孩子们 有儿童更有新生婴儿 甚至就在以色列的空袭当中 一座难民营直接被击中了 移动三层楼高的建筑被炸到倒塌 里头一个家庭10名成员身亡 就包含了8名儿童和2名妇女 甚至有一名5个月大的男婴 在妈妈的遗体旁边被发现 护理人员救出来的时候 发现全家人只剩下男婴 和他的爸爸生还 而妈妈在空袭当时是以肉身 撑挡着瓦砾保护着男婴 他的6到14岁的哥哥和弟弟们 全部丧生了 父亲控诉到底他们一家人 是做错了什么事情 没有武器 没有发射火箭炮攻击犹太人 却遭到报复性的攻击 质问国际组织和人群组织 为这家人做了什么 战火无情 可是类似的悲剧 却是不声美举很多 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接获的这个报告指出 其实10号以来 加萨已经有52名儿童丧生了 而且还有30多间学校遭到损毁 这个毫无疑问的 就是影响了孩子们在当地的学习 那因为当前的形势的关系 现在在加萨是没有一间学校在上课的 联合国也指出 加萨大约住了200万名的巴勒斯坦人 其实他们在冲突之下 包含了宫殿宫学 都是全面中断的连带医疗 还有现在对抗新冠疫情 也都受到严重的影响 因此现在有一万名巴勒斯坦人 已经被迫离开他们的家园 纽约时报甚至引述 以色列官员报道 冲突爆发之前 加萨民众居住的环境 就已经被联合国人权官员 形容是有毒的贫民窟 因为他们每天都需要面临 16个小时的停电的时间 也就是大概只有8个小时的用电 而且每隔一天才会有自来水可用 而现在供水量更只有平时的一半 每天有电可用的时间 大概也只剩下5个小时左右 当地现在大概每天停电 包到12个小时 甚至更多 也就是说以巴勤势 持续升温完全没有缓解的迹象 巴勒斯坦外交部长呢 马里奇因此在这个伊斯兰的合作组织上面 召开会长紧急会议中 批评对去年采取行动 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国家 说在还没有达成和平 以及终止以色列占领 阿拉伯及巴勒斯坦土地的情况之下 就急着和这个以色列殖民体系关系正常化 代表着支持这个种族隔离政权 以及参与他的犯罪 而其实美国前总统川普就促成过 包含苏丹以及摩洛哥 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跟巴林这些 伊斯兰国家去年一扫几十年来的共识 和以色列签署所谓的亚伯拉罕协议 进行关系正常化 当时川普就赞扬说 这个是新中东的黎明 他的女婿也是顾问库许娜呢 则是把这个以巴冲突呢 当作是一种不动产纠纷 巴勒斯坦领导阶层 还谴责这些协议 担心他们这个部分呢 会损害他们拥有领土的要求 但是呢 在这个穆斯林的神圣摘戒 越进入庆祝尾声的同时呢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 却发生一连串的流险冲突 一整个礼拜 使得当初和以色列关系 正常化的国家就变得很尴尬 最近这些暴力持续升温的情况下呢 就更让这些国家 陷入一种不利的处境 转而对以色列发表批评的言论 而这次伊斯兰合作组织呢 紧急会议的主办国 也是沙烏地阿拉伯 虽然他是没有和这个以色列正式 就是签署了所谓的关系正常化 但是外界都知道 其实阿联和以色列两国 暗中都有维持关系 而沙烏地外长呢 现在就呼吁国际社会 要采取紧急行动 阻止以色列军事动作 同时恢复和平谈判 来促成两国的方案 还说保有耶路撒冷是大家 所有人的责任 而尾巴战火蔓延 其实呢 现在在欧美包括法国的巴黎 波尔多 里昂 一共有两万多人上街示威 他们表达对以色列的不满 德国柏林也有三千多人上街示威 警方呢 甚至以防疫规定呢 虚散 结果引发不满还出现了几名冲突 西班牙的马德里也有示威者高喊 这个不是战争 而是大屠杀 甚至有示威者甚至说 美国是恐怖主义国家 以及穆斯林的命也是命的标语举出来 美国部分呢 纽约洛杉矶还有其他城市 也有几千人上街 他们都是要求解放巴勒斯坦 以及停止美国对以色列的所有援助 所到之处 也就是说 现在大部分的民意 大部分都是站在同情巴勒斯坦这一方 因此现在说 尾巴问题成为了拜登总统的烫手山芋 拜登先是派遣了特使来前往加萨 还再度的致电 就是打电话给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还有巴勒斯坦哈马斯的领导人阿巴斯 希望这个尾巴冲突不要再继续升温 因为以色列攻击国际媒体大楼还有封锁加萨走廊 都已经让现在国际舆论开始同情 甚至站在巴勒斯坦这一方 让支持以色列的美国现在感到非常的为难 拜登虽然强调他对以色列巴勒斯坦的人 性命安危的关注尤其是他特别强调 儿童以及记者在这个战火当中的安全 容易受到严重威胁的族群 拜登也不满批评哈马斯的无差别攻击 可是拜登要求哈马斯停止对以色列的轰架的同时 拜登在美国国内也有面临民主党的压力 因为现在有议员希望拜登对以色列展现更强硬的态度 而且联合国也是希望以巴双方与其继续漫无目的的轰炸彼此 还不如坐下来好好谈判 土耳其也趁机抨击以色列对新闻自由的侵害 外长甚至推文支持巴勒斯坦 表示他们正在面临以色列的种族清洗 国际特色组织也是呼吁联合国要和美国一起 来终结这场暴力的无限循环 因为他说双方都有犯下战争罪的嫌疑 而就连以色列他们国内现在也出现反弹声浪 虽然总理纳坦雅胡是坚持要继续展开军事行动 可是以色列国防部长甘茨呢 他是希望可以有更高层级的会谈 进一步来解决以巴的问题 您想知道最到位的国际时事分析最精准的国际趋势解读吗 请立刻订阅全球大视野频道 中天电视频道首页底下的频道精选 第二个就是全球大视野 请大家立刻点击进入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而在您浏览频道影片之后 也请记得按赞留言 请大家来冲一波订阅全球大视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